最近这部网剧黑马 鱿鱼游戏真的是爆火 上线26天 全球播放就超过了1亿用户 在94个国家都登上了热度冠军 确实是挺好看的 我还特意去Instagram上 follow了她的女主演叫郑浩妍 这小姑娘从我follow她的时候开始 粉丝还不到100万 现在已经涨到了2300万 是排名第一的韩国女演员 不过我们今天不说鱿鱼游戏 我们来说这有深度的 我们来说它背后真正的资方和推手 Netflix 奈飞 说这个奈飞 我其实一直就觉得它特别神奇 因为从我开始关注股票的时候 它就嗖嗖嗖嗖一路往上涨 我连买的机会都没有 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 在美国的大盘股里边 Netflix的涨幅排名第一 这波游戏游戏的热潮 又让它涨了20% 整整涨出来了一个百度 现在Netflix在全球已经有超过2亿的用户了 它不是个免费软件 它是个付费软件 也就是全球2亿用户 每个月都在给它交钱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国家 那在人口排名里也都排在前十了 所以你看你不觉得它很神奇吗 在这个流媒体行业里边 真的是竞争很激烈 百花齐放 巨头灵地 那这个奈飞是怎么样 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让它在全球范围内 当然除了中国大陆 就能变成一枝独秀 变成如此的成功呢 就我个人对这事也很感兴趣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没看到那种特别深入的分析 所以呢 我就又下了血本 去研究了一下它的商业模式 它的财报 还有它的创始人访谈等等等等 咱们就来聊一聊 也当一个精彩的商业案例 咱们一起分析分析 你说Netflix 它到底应在哪 Netflix的发展 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把它叫做谍中之王 也比较久远了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Netflix的创始人之一 叫做Reed Hastings 李德哈斯廷斯 我们就把它叫做老哈 这个老哈至今 现在还是Netflix的老大 它背景呢 是个理工男 之前是学CS和数学的 很早呢 就开始做软件方面的创业 叫做Pure Autry 97年的时候 它创业的那个公司 被一个大的软件集团给收购了 当时卖了7亿美金 是那个时候 硅谷最大的一个收购案 所以老哈那时候 就相当于是 早早实现了财富自由 也是一把创业老手 老哈呢 就和他们公司的一个 市场营销的高管 叫做Randolph 每天两个人开车搭伴 一起上班 一边搭着伴呢 就一起讨论一些新鲜的事物 你想那时候97年 亚马逊刚刚上市 简直就是互联网 一匹大黑马 所有人都在讨论 亚马逊当时不是卖书吗 所以他俩也想看看 有没有能像类似书的这种东西 能放在互联网上卖 那时候呢 正好就赶上那种 看影碟 而是把那个大磁带 转换成DVD的一个时刻 所以当时他俩就想到了 DVD也是这么个东西 他俩还特意试了一下 把这个DVD 从另一个地方 寄到老哈的家里 然后发现 完好无损 这个想法非常的妙啊 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Netflix最初的想法 就产生了 这个老哈呢 就特别喜欢商业模式啊 想法创新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DVD 租DVD的模式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去店里头 每次租一张碟对吧 我交一个租金 假设我还晚了 可能还得交点罚款什么的 所以老哈当时 就想做一个模式上的创新 他当时就想到说 你可以交一个月费 假设你成为会员了 每次你可以租四张碟 等你还回来了 再租新的 就这样一点一点滚下去 也没有什么还晚了 交罚金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 就交一个月费 有点像就你去图书馆 你每年交一个年费 你就可以随便接书这种感觉 这想法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觉得非常的平常 但在当时租DVD的 这个行业里啊 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就这样老哈做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正如老哈所料啊 DVD之后就真的 变成了一股浪潮 2001年底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慢慢熟悉了 这个碟儿 送礼物啊 什么都送DVD 慢慢的那个录像带 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借着这波的浪潮 Netflix的业绩就大涨 2002年5月的时候 Netflix就成功上市 业务文部攀升 05年的时候 他们每天 已经能租出去 100万张碟儿了 到了06年的时候 付费用户 已经积累达到了600万 这时候的Netflix 已经凭借着 他们的新模式 成为了租碟市场上的王者 老哈呢 也就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碟王 老哈还是当年的老哈 还是那个 不满足于现状 持续想创新的老哈 因为他知道啊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推陈出新的速度是很快的 你要不创新 你就会被时代的浪潮 摁在地上 使劲地摩擦 虽然他已经做到了谍中之王 但是那也就是个谍中之王 往后的路上 老哈那才叫做 一路开挂 高歌猛进啊 那时候05年 其实互联网 已经慢慢蔓延开了 虽然呢 网速也不太快 但是呢 是能用的 当时老哈他想搞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奈飞小河 就是说你不是会员吗 你想看一个影片 你在网上下单 说你想看这个影片 那我就加班加点 今天晚上 把这个影片下载到 奈飞小河里头 然后赶紧把奈飞小河 给你寄出去 第二天你就可以拿着奈飞小河 在家里看电影了 基本就这么个事 这样相当于 你把这个影片存在网上 就不用每次都弄那个DVD了 当时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 就想搞这个事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 时机的不同 0607年的时候 那时候YouTube开始崛起了 那你看YouTube和租迭 是不是都是看视频的 都是娱乐大众 都是在占用大家的时间 老哈也嗅到了竞争的气氛 他开始觉得 DVD分辨率高啊 对不对 用户体验肯定更好 但是呢 YouTube的迅速解析 就让他意识到说 分辨率可能并不是那么大的事 用户还是更喜欢 去消费那个内容 而且啊 这互联网速度发展的那么快 这个分辨率之后 肯定也不是个事 他就隐约意识到 这个DVD当时时代的宠儿 很可能会被流媒体 在之后所取代 当时老哈当即理断 决定停掉那个奈飞小河的业务 开始转战流媒体 随着他网上影片的数量不断的增加 新的问题就产生了 那些火的内容就永远排在前面 那些不行的内容就在放在后面 就跟淘宝似的 你看那些火的东西就越来越火 不行的就越来越没人买 淘宝他不care对吧 那商家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了 但对Netflix来讲可不是 那内容都是他花钱买的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会严重的影响内容的流通 回头来说 别忘了 老哈是学CS和数学的 作为这么一个理工男 他自然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算法推荐 早期的推荐机制呢 主要是根据打分 就比如说你看完一个电影 或者电视剧 你会给他打分 分高的呢就排到前面去 观众的评分在推荐里 占的比重是极大的 因为大概率嘛 大家也喜欢评分高的 所以听上去也挺合理的 但有一次啊 老哈他看了一个电影 叫blah blah blah 这名字不重要 他看完之后呢 就让他打分 这时候他当时脑子就心想 如果按照影视的作品打分 这个片得不了什么高分 但是 我就是非常喜欢看 这点像那种 跳房很不错的电影 比如说什么 你好李幻英啊 或者小时代 评分不一定很高 有的甚至都很差 但是啊 观众就特别喜欢看 哪怕你看完了 就是为了跟你朋友去吐吐槽 你都会去看 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讲 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 aspirational preference 一个叫做revealed preference 就是说一个是 你自己想达到的 一个你的偏好 一个呢 是实际上观察到的你偏好 你选的那个答案 可能不是真实的你 而是一个你希望成为的你 就比如说我问你 莎士比亚的剧和小时代哪个好 你想一想 你总觉得 我是个高雅的人 我要选莎士比亚 但真到星期五下午 你想放松一下的时候 你可能就去看小时代了 就这个意思 莎士比亚就是一个 你自认为应该成为的你 而小时代才是那个真正的你 这个发现啊 让老哈毛色顿开 他知道啊 Netflix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把观众留在平台上 让观众待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应该给观众推 他最喜欢看的内容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根据他主观的一个大分 于是老哈就开始了 去优化他的算法推荐机制 他就开始观察人们的行为 比如说你在看什么 你看段时间 然后来对你进行一个判断 之后相应的给你推荐内容 就比如说 你经常看小Lin的视频 然后还有一个用户B 他也经常看小Lin的视频 那系统就会觉得 你们俩可能是差不多类型的人 当然我举的是一个 特别简化的例子 然后系统又发现 这个用户B 他还看一个叫做小李的视频 那我就可以把小李的视频 也推给你 因为你跟那个B 不是差不多吗 因为你跟那个B 不是差不多吗 所以大概率 你也会喜欢小李的视频 这样你在这平台上的时间 就被延长了 为了优化这个算法推荐 Netflix也是下了血本 在06年的时候 他就搞了一个奈飞大赛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团队 可以把现在的算法 优化的更好 更能留住观众 那我就给你发100万的奖金 结果在09年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团队 把这个算法最后的结果 优化了10% 成功的拿走的奖金 之后Netflix也把这个算法 应用到了实际的生产当中 应用完之后 观众就发现 我看了好多 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的内容 但是观众都很喜欢 其实关于推荐机制这个事 我在看很多分析评论的时候 看到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当我看老哈自己采访的时候 他经常会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确实是 他整个商业链条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凭着这一系列的优化和创新 2010年的时候 Netflix已经用户达到了 在北美 那时候他还没有国际化 达到了2000万人 股价也是稳步上涨 当然现在你看很多tech公司 都知道个性化推荐 比如你看抖音 你看instagram 就给你推适合你的内容 但你想想 那是在15年前 是不是挺厉害的 时间来到了2011年的第三季度 这时候的Netflix 因为当时遇到了 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 加上它拓展海外的时候 受到了阻力 简单来讲 就是发展乏力了 所以当时一开始 吹捧Netflix的人 这时候也都感觉到有点心虚了 对他失去了信心 股价大跌 跌了有70% 这可真的是把老哈 又给逼上了绝路 怎么办呢 接着创新 接着吃螃蟹 这一次老哈又是名思苦想 终于抓住了 他制胜法宝的绝密武器 那就是内容 其实老哈他们做流媒体 一直都在不停的收内容 当时2010年的时候 收了一部 Breaking Dead绝命毒师 效果就非常好 很多人都跑到Netflix上来 看拉了很多新用户 得 看着内容有用 咱就接着做内容呗 2011年的时候 他又收了一部剧 叫做Madman 好像叫广告狂人还是什么的 但是这个剧 就没有绝命毒师效果那么好 因为这个剧 当时在另一个电视台 AMC上已经播了好几季了 即使后来Netflix 把这个剧买过来了 大家在讨论到Madman的时候 还是说AMC AMC AMC 就完全没有把这部剧 跟Netflix联系在一起 得 这钱白滑了 这个事就让老哈意识到 我不能光砸钱买内容 这个剧它再怎么火 它是别人拍的 相当于有点 被人勒着脖子那种感觉 老哈就意识到 我不能再当冤大头了 我不能老给别人做嫁衣 对不对 我要有我自己的内容 让别人一提到这个剧 想到的就是Netflix 我要砸钱 我要做内容 我要赶 这也让Netflix迎来了 它的第三阶段 就是内容为王的新篇章 2011年3月 老哈就当即立断 把内容部的头头 Ted找来说 哥们咱们开始要告内容了 Ted呢 也是眼光非常毒辣 因为他乡中的第一部剧 就是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当时就在仅仅确认了 一个主演和一个导演的情况下 就赤资一亿美金 要拍两集 当然外界肯定也有 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 就说老哈他疯了 是不是被逼急了 狗急跳墙了 就连老哈自己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你当时怎么就敢 花那么多钱拍这个剧 老哈就微微一笑 非常绅士的说 I didn't know I was scary too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也快吓尿了 结果 马后跑的我们都可想而知了 纸牌屋作为当时第一个 在流媒体上播放的主流电视剧 一炮走红 万人空向了 横扫了当年的影视市场 一共获得了15个 什么爱美奖还是金球奖 反正就是那种大脚 社交媒体 大街小巷 人们讨论的全都是纸牌屋 当然 还有Netflix 你就说吧 你身边的人要都在讨论 你想不想看 你要是想看 快来成为Netflix的会员吧 然后你就开始交钱了 这部剧给Netflix带来了 1000万的新增用户 之后有个公司的调查也显示 有86%的Netflix用户表示 因为有纸牌屋 更不容易取消Netflix的会员 那这股价也是可想而知啊 又跟做上了小火箭一样 从12年底的10块钱 到13年底 直接翻了5倍 涨到了50块钱 你说说怎么没让我赶上 但是你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 老哈 这么大的动作 他真的是不知道吗 他哪来这么大的魄力 他那么一说啊 我感觉他就是为了拉近 跟普通人之间的距离 你想他是一个创业老手 这背后肯定是有 他的远见和逻辑的 其实他背后就是强大的数据支持 转型流媒体的这几年时间里 Netflix已经积累了 3000万用户的播放数据 这些数据呢 其实足以让老哈知道 如果他拍一部剧 请来一个叫做Kevin Spacey 一个演员啊 和另一个叫做David Fincher 一个导演 请这两个人来弄的话 大概率那些喜欢正剧的 奈飞用户会喜欢这部剧 只是他没有料到的事 这个剧竟然如此出圈 如此火爆 另外在纸牌屋播出的时候 Netflix也利用数据分析 做了又一项很大胆创新的尝试 因为一般电视台出美剧 都是一周播一集 这样的话 那些粉丝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 讨论呀 猜测呀 推断呀 传播 去扩大这个剧的影响力 Netflix就发现啊 因为大家看流媒体的时间 都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 等着那个剧一集一集的看 我就喜欢等这个剧全出版 然后我非得一次 还熬一天给它看完 然后在这之前 都是你别给我剧透啊 就非得等到自己 一次看完爽翻天 英文叫做binge viewing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 所以Netflix也是大手笔 一次性的把13集全都放出来了 哇那粉丝看完 叫一个爽翻天呀 讨论也是指数性的暴增 虽然我们不能说 纸牌屋的火爆 就是因为它一下 把13集都放出来了 但你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一个很勇敢的突破 也制造了一些讨论 来帮助媒体 对纸牌屋进行再一次的发酵 就此啊 Netflix迎来了王者盛世 讲一个纸牌屋 肯定是不够的 我得持续不断的留住用户 所以我得不断的砸钱 不断的产生新剧火剧 来维持它的用户粘性 2013年来了一个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就是讲女子监狱 2014年又花了9000万 拍了马可波罗 2017年的时候 Netflix原创内容的时长 已经超过了1000小时 19年爱尔兰人 2021年鱿鱼游戏 反正就是内容很火 一次又一次 让人们记住了这些作品 也记住了Netflix 内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你看它从2013年开始的 那个营收增长 之前感觉都是一个 比较线性的 2013年开始指数的 开始往上窜 那股价自然也是 谁买谁高兴 时至今日 Netflix在全球 已经有超过了 2亿的付费用户 2020年年收突破了200亿 因为去年不是 疫情的大环境下吗 据统计 Netflix的用户 每天在他们平台上 看剧的时间 竟然达到了3.2小时 我特意去double check了一下 因为这个数字 确实是太夸张了 说到这儿 Netflix怎么发展起来的 大家应该也都比较清楚了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 探讨一下 你说不管是流媒体 还是自己做内容的平台 Netflix都不是独一家 包括国内像有爱优藤这种 那你看看爱优藤 现在也是被各种吐槽 我都已经买会员了 还得看广告 我都已经买会员了 抢先点播 还得花钱 我都已经在电脑上买会员了 放电视上 又让我交一边钱 更要命的是 都这么收钱了 还是连年亏损 这么一对比 对吧 我就不禁会想问 你说Netflix 它为什么会成功 它到底赢在哪儿 我们看 Netflix它是一个 利用互联网 到底是互联网还是娱乐呢 老哈肯定也不是一生下来 就知道 我要走娱乐的这个模式 就一定是对的 但是它在转战流媒体 开始做平台之后 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里边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内容受限 因为我这些内容 如果不是我自己生产的 我是要去买版权 买播放权 一点点买过来的 这种签约都是有年限的 之后过了这个年限 那个版权商 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更主要的是 如果哪天我不想给你播了 我要把内容撤走 那说撤走就撤走 Netflix就会陷入一个 非常被动的局面 就比如18年的时候 Netflix在美国 有一个竞争对手 叫Hulu 它跟一个影视公司 Dreamworks达成了合作 哗的一下 把Netflix上 所有Dreamworks的内容 全都拿走 19年的时候 迪士尼出了一个Disney Plus 开始自己做流媒体了 哗 又把Netflix上的内容 全拿走 2020年的时候 最火的那个剧 Friends 要被HBO撤走 今年另一部大火的剧 The Office 办公室 要被另一家公司撤走 所以你看 如果内容不是你的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被动 老哈他自己也明白 为什么要持续的 生产优质的内容 因为只有一部火剧 那就是昙花一现 所有人都看完了 人就走了 我只有持续 不断的生产优质的内容 它才是核心 才能真正的留住用户 才是这个模式里头 最强有力的护城河 这条路走出来之后 你看现在很多 互联网上流媒体的平台 不管是亚马逊 还是爱悠腾 其实也都开始自制剧 自制综艺 想通过这些内容 去吸引用户 我们想一想 互联网公司 一般是什么个逻辑 开始靠一些 比如说免费的内容 或者免费的小工具 或者就是我单纯的补贴 来吸引用户 等流量积累起来了 用户积累起来了 这个也是很多 互联网公司的护城河 然后他们在想 用什么方式去变现 大家肯定听说 最广泛的就是广告 所以这就是一种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模式 比如刚刚我们说爱悠腾 它就是这种模式 当然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了 付费会员的模式 跟Netflix有那么点重合 但它最开始的核心 就是想走互联网的 这套思路 Netflix它就不一样了 它一开始干嘛 是个租笛的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收费 对吧 我的产品就是笛 我就是要娱乐的内容 去给大众进行消费 而它之后运用互联网的模式 帮助它数据分析 推荐 国际化的拓张 这些其实都是 提高效率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不难发现 Netflix从一开始 它的核心就是娱乐 我就是收费 收了费之后 我把这个钱 再去用来买内容 就比如说我们看 Netflix从它将近20年前 上市到现在的财报 大部分的支出 有6-70% 都画在了内容上 就是一个羊毛 出在羊身上的模式 所以你看这种 是互联网模式 还是娱乐模式 是从广告上收钱 还是从用户上收钱 是羊毛出在猪身上 还是出在羊身上 这个其实是这两种 核心的最大的部分 你看啊 这个是在公路上 一个Netflix的广告牌 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我们就是从租笛开始 我当时看完之后 其实内心还是觉得 挺受鼓舞的 因为为了研究Netflix 我就翻了一下 它从2002年上市 这将近20年的财报 令我感到非常震撼的一点 就是2002年的时候 它的第一份财报 它在上市之初 它的核心目标 就是为用户去提供 定制化 多样化的影视体验 而这个核心的目标 和核心的竞争力 20年之久 从来都没有改变 毫无疑问 Netflix它不管是在互联网 还是流媒体 大数据 算法推荐 原创内容 其实每一个点都踩上了 而且其中最重要的 去给用户提供内容 不断地产生优质内容的这一点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其实互联网 它是一个工具 算法也只是一种方法 它可以提高效率 它可以加速扩张 但如果这个产品 是一个本身的实体产品的话 互联网其实没有办法 去代替实体产品本身 这就有点像金融 像资本 它自己其实并不能生钱 它也是提高 资金运营的一个效率 所以你变相就感觉 它生钱了 在这个工具和方法 越来越给力 效率越来越高的时代 其实我觉得我们 是更需要那些优质的产品 而Netflix的成功 其实就是对这个 极其简单诉求 最好的印证 精不精彩 妙不妙 还要给我鼓鼓掌 点个赞